唐一宗贤通12年 即公元871年 大唐都城长安 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最繁华富庶的城市 是那时候世界的中心 大唐威名远播 开放包容 万国来朝 长安城内到处可见 不同肤色 不同国籍 不同语言的人们 他们有的是 其他国家派驻长安的外交使节 有的是在长安求学 更多的是来货贸易的商人 牧村的一天上午 长安的大街上熙熙攘攘 人声鼎沸 热闹非常 在著名的咸一贯的门口 来了几个人 从穿衣打扮就可以看出 有二位是富家公子 还有四位是服侍他们的仆人 二位富家公子看到门口的 鱼玄机诗文厚教的牌匾 点了点头 笑着说 就是这里了 走 进去看看吧 然后 这二位富家公子走了进去 闲一贯的主人 是大名鼎鼎的鱼玄机 人们传说 他极其美艳 风流至极 并且诗文俱佳 二位公子知道 鱼玄机虽然风流 但并不是人尽可夫 他的眼光高得很 只有他看中了的 才可以与他共度凉宵 那么鱼玄机 是因为什么 才从名扬长安的才女 变成了如今 以文采定客人的风流道姑呢 忘年之交 鱼玄机的原名叫鱼又威 自惠兰 于公元八四四年 出生于京城长安的普通人家 其父虽饱读诗书 却一生功名未成 以致家境骆驼 所幸鱼玄机的父亲 转而倾其所学 用心培养他 使得鱼玄机 自小才华过人 五岁时便能背诵 数百首诗歌 七岁时就能习诗作文 小小年纪就才名远播 据史在 其性聪慧 有才思 好读书 游功运调 情志繁入 不幸的是 于玄机十岁时 父亲就过世 家境由此中落 于玄机只好随母 搬回老家户渡 见男生活 就在户渡 于玄机得到大诗人 花间瓷派的鼻祖 温婷云的提携 因于玄机小有名气 慕名而来的温婷云 那时已四十二岁 想看看这个小女孩 究竟有没有才女前置 而于玄机即兴创作的一首 富得江边柳 惊艳了这个大诗人 他认定于玄机才气可嘉 便招为学生 清囊相授 悉心指导其 深耕于诗词歌赋 以其成就其诗才 就这样 老少二人成了望年交 多作诗相贺 结下深厚的诗生情谊 温婷云是晚唐时期 一位适才不羁的著名诗词大家 他公于写作 与李商隐齐名 有温礼之欲 他同时还是花间瓷派的开山鼻祖 在瓷史上与维装齐名 并称温维 就在与温婷云的往来之中 不知道是否是在年长的温婷云身上 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年仅十几岁的于玄机 竟然对大他三十岁的温婷云 产生了感情 在古代 年于古兮 还那二八芳华的小妾 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比如大诗人白居易 有一首诗 樱桃樊肃口 杨柳小蛮腰 这里的樊肃和小蛮 就是他的妾室 而且都要比白居易 小几十岁 所以即便温婷云真的纳于玄机为妾 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 但是温婷云拒绝了 但是拒绝的原因不得而知 温婷云尽管很有才华 但长相实在说不过去 是历史上有名的丑男人 他外号温中奎 据说长得像能吓死鬼的中奎 或许是觉得自己相貌丑陋 年纪又大 不应该配如花似玉的鱼玄机 又或者只是单纯的不喜欢鱼玄机 总之 他拒绝了鱼玄机隐晦的示爱 但是给鱼玄机介绍了一个青年才俊 当时的新科状元李毅 也是鱼玄机一生悲剧的开端 风流倒姑 李毅对貌美又有才情的鱼玄机一见钟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鱼玄机也爱上了这个年轻的状元狼 但是由于已经娶妻 所以李毅只能将鱼玄机纳为妾室 婚后两个人狼情惬意了一段时间 但是好景不长 因为李毅家中的妻子找上了门 李毅虽然出身陋西李氏 但是家族已经衰落了 他能过上好日子 考上状元当上官 全靠他那位出身高贵 家族显赫的正妻裴氏 这个裴氏非常厉害 李毅一开始 连那鱼玄机为妾的事情 也没敢跟他说 就在长安租了房子先住着 偷偷往来 与其说是妾氏 其实更像是不被家族认可的外事情妇 当裴氏来到长安发现了这件事 当即毒打了鱼玄机一顿 闹了个天翻地覆 说什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冒昧有才华的狐狸精 手段强硬地逼着李毅把鱼玄机赶出家门 李毅不敢得罪裴氏 只好写了一封修书 把鱼玄机暂时打发到道观里落脚 至此他嫁给李毅还不到三个月时间 起初李毅答应鱼玄机 他只需要在道观里待上三年 三年之后 等李毅有了更高的成就 就不再需要依附于妻子的家族时 就将他从道观里接出来 鱼玄机也答应了 他在道观里等了李毅三年 而李毅不仅一次都没有来看过他 甚至还悄无声息地举家去了外地做官 鱼玄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毅然决然地决定在咸一贯出家 公元866年 22岁的鱼玄机在咸一贯出家之后 做了人生中最大胆的一个决定 他在道观前挂了一个鱼玄机诗文后教的牌子 打算以文会友 从此他高张艳之 荒诞放荡的半道半长的生涯 从此开始营业 大唐是一个风流人物辈出的时代 长安城里那些早就仰慕 鱼玄机大名已久的才子们 一听说这个消息 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 鱼玄机的咸一贯热闹非凡 因为才华的加持 他的燕名远远高过了平康坊的头牌花魁 道观里来来往往的王孙公子不计其数 只为了一堵芳华 很多贵族子弟 更是一度以能被鱼玄机留下过夜 成为入木之宾而引以为傲 津津乐道 总之 在道观里的鱼玄机过得潇洒自艺 他看上谁就留下谁 看不上的直接扫地出门 半点情面也不留 比如有个倒霉蛋叫裴成 非常喜欢鱼玄机 但就因为他和李懿的老婆一个姓氏 就被鱼玄机无情地赶出来了 紧接着 他又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的男人 乐师陈伟 这个陈伟风流俊美 幽默风趣 不仅琵琶弹的一绝 而且还会写诗 陈伟本是个风流成性 久在风月场中混迹的老手 又恋目鱼玄机的美色 两人迅速打得火热 鱼玄机这一次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动了真情 反正他对陈伟非常伤心 有一次他外出赋宴 又担心陈伟来找他 就留下侍女绿翘看家 留下口信说 如果陈公子来了 让他去找我就行 当他到了天黑 回到道观里 询问绿翘 陈伟有没有来过 绿翘说 陈公子来过了 离看你不在 转头就走了 鱼玄机对绿翘形成怀疑 认为绿翘说谎 一怒之下就对绿翘用了刑 没想到却失手将绿翘打死 鱼玄机慌乱之下 就将绿翘的尸体 埋在了花园里 但是直里包不住火 后来还是被人发现 告关了 根据当时的法律 鱼玄机是不会被杀的 因为当时婢女的地位很低 并同畜产 也就是说 他们像牲畜一样 属于主人的财产 奴婢被主人所杀 法定对主人的处罚是 诸奴婢有罪 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 账一百 无罪而杀者 徒一年 也就是说 鱼玄机当时顶多会判一年徒刑 但是他为何会被处于急刑了呢 问题就出在 经兆尹文章身上 此人也曾是鱼玄机的一个追求者 但鱼玄机也不是谁都能接受的 当时他拒绝了鱼玄的纠缠 结果得不到家人的文章 就怀恨在心 再加上 此人本就是个 嗜好杀人的酷吏 所以就借此机会杀了鱼玄机 公元871年 年仅27岁的鱼玄机 被判了斩首之刑 不过后世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 鱼玄机杀婢女 是为一桩冤案 根据黄斧梅 《三水小毒》中 关于鱼玄机杜杀绿翘的记载里 详细描述了一番 绿翘在死前 义正言辞怒斥鱼玄机荒淫的话 而这些话 完全不像是一个奴婢能说出来的 那很可能就出自 经兆府刀比利 对鱼玄机罪案的陈述 而绿翘斥鱼玄机的淫义 就是经兆府尹对鱼玄机的判词 所以有专家判定 绿翘事件必定有复杂的背景 所谓鱼玄机杜杀案成了一个谜 也许是千古其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